欢迎在一树等的三星新闻的现状 什么结束的关心的是 提供幼童的健康福利 对三个一合去 加一七个两回九五回的幼童 都免费来接近到肺炎链球菌疫苗 九十七七百年出息 年末两回以上 近期没有完成接近 也只是将来没有接近过 肺炎链球菌疫苗 都可以免费煮一个 价值93300块 13架肺炎链球菌 极核平疫苗 加一期卫生局表示 禁止性肺炎链球菌疫苗 效果在存在两个 这次提供的13个工区疫苗 和改了目前高度流行 高近视率 高控制性的19A会成型 是市民上的效果最好的疫苗 也是出来的日董不可欠款的保护 然后目前只要是3月1号开始 家里面有97年到100年出生 而且满两足岁的小朋友 都可以只要他还没有完成 13架肺炎链球菌的完整接种 都可以免费的接受一剂 一剂的这个价值3300元的 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 然后如果是免疫缺失的 有免疫功能缺失的这些特别的族群 甚至可以免费接种到两剂 除了二十五岁的医董 可以免费做一剂 另外若是批中公民快顺 生天或是消天 免疫功能不转 人工耳植入者 万生一边 万生心病边 先天发干性心肿边 万生气边 气窜嘟瓜 汤油边 脑子随意胜漏 接受免疫越多 也只是放生治疗的互生精流 以及器官宜自治典 特杜利一边 和肺炎菌的阅积 都可以接种两剂 体制各位家庭 医生自己的生活保败 及一站健康保护 三位疫后期 扎到医董健康手识 接种记录卡 以及健保IC卡 臣公各自治免区卫生素 也只是合用病衣接种 肺炎链球菌业苗 西新宋文曹明董 各自彩虹报登